那余顺这真不像个男的 能让张继科都气得那么暴躁的男人 到底能有多下头 余哥对刚出场的文君那是一见钟情 当下就刚起了互相试探的暧昧 但在晚上的心动性环节前 他却一反常态地围着另一个女嘉宾丹尼转 并不断地对他散发出暧昧信号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只想改变心意的时候 他的迷惑操作却让全场震惊 那余顺的信息给谁了 文君嘛 那余顺这真不像个男的 就是不要造成二次伤害 明明已经在文君和丹尼之间组出了选择 却打着愧疚的型号摆给别人希望 这样的幼稚行情怪不得会让张继科这么愤怒 但他完全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 因为他在疫情别恋丹尼后 一对文君重复了上面的操作 你饿吗 饿吗 你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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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炸鸡什么的 就让我没尝尝看 好了 他的答案我就知道 他要补偿一个人的时候 心心前他都会跟那个人聊天 上次是消离 这次是问他饿不饿 如果说此时 他还能说只是在感情处理上太愚蠢 他之后对想要拯救这段感情的文君做得上 就完全成得上是混蛋了 想要自己断掉和对方的关系 却又不像自己当这个坏人 遇过了这招冷暴力分手 可太灵灵窒息了 更无语的是 他转头还向丹妮这位幸运暧昧对象吐槽文君 说到话里 于哥和丹妮的素质只是高下礼盼 然而尽管有丹妮从中读到原唱 于哥对文君的态度却越来越过分 这理想伴侣他的一个特质就是一定要聪明 不是说智商很高 学习很好 就是很会察言观色 很会帮别人着想 没意思 你去想什么意思 他就是在点他 什么意思吗他 这种当面内涵别人的行为 真的也太尴尬了吧 然而丹妮真的是个恋爱脑 尽管在旁边目睹的于哥在爱情上有多么的幼稚 他却还是对此抱以极大的宽容 但在临近节目结束时 他却再一次亲身体会到了于哥有多么的不靠谱 所以你会对未来比如说三年五年 有一个自己的规划吗 其实就我先想不了那么多 这是以后的事情 直到约会结束 于哥也没有给丹妮肉的明确答复 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他依然有勇气在最终的告白日 把丹妮约露出来 我们要不走一走 那边应该挺特劳的 有心 哇 这么冷 半成 感觉那边还是挺晒的 要不然我们找个树荫做一下 好啊 这次约会的主题可能就是为了凸显自然这一点吧 但万万没想到 于哥准备的告白礼物 于是那么的朴实无环 在对比一下 隔壁已经逃离了鱼哥魔罩的文君 告白夜走进的对象车里 收到的是自己制作的花束 亲手烘烤的甜点 以及特意购买的奢侈品丝巾 谁更用心 我们无权评判 但从丹妮的脸色 我们倒是可以看注意一下端倪 我们给你们俩拍照吧 倪言外语会正一句话 姐姐 这样的幼稚的男人 真的值得你付出青春 去等待他成熟吗